皇上 用膳吧 下去吧 真不想用 皇后娘娘 吩咐过来 让奴才劝皇上用膳 下去 这里 慢着 淑妃娘娘用过膳了 淑妃娘娘不肯用膳 她 她在绝食 淑妃娘娘在绝食 皇上 赶紧想个车吧 要不然 那 哼 我看她不是在绝食 她是在向朕挑战 下去 这 娘娘 你就吃点吧 这都三天了 再这样熬下去 怕是会熬出病来的 娘娘 我 草娥在这儿求你了 我 我 你 我 我 杨阳 浓才多嘴 您这样不吃不喝的 是自己作戒自己 亲者痛 愁者快 这会儿 正有人盼着您死 您要争这样 不是正好随了他们的愿吗 宝贵 你在 你再去禀报皇上 求皇上无论如何 让我再见 这 娘娘 吃着吃吧 习令皇上 淑妃娘娘恳请皇上召见 皇上 习妃娘娘 外容内刚 这样拖下去 怕是出人命的 你老臣之间 不如皇上先设她出冷宫 她厚怒四神 习妃娘娘感念皇上 或许就会进食的 可朕是大兴的宣统皇帝 也是堂堂一代君主 现在连一个妃子都管束不了 还如何奢求 匡妇大兴 君临天下 真是可怜可悲 你告诉她 就说朕不见 如果她还执意不肯进食的话 我们只好由她去了 这 我这答应了 皇上正忙 她 想得皇上 对我如此绝情 徵宅是什么 我还没来 再去催 这 陈正孝旭叩见皇后娘娘 快进来 给皇后娘娘请安 下去吧 陈正孝旭 博友仪式相求 不知你肯不肯帮忙 皇后娘娘言重了 臣乃皇上皇后之臣 孝权马之劳乃天经地义 怎敢用帮忙二字 请皇后娘娘明示 只要臣能办得到的 臣 肝脑徒弟在所不辞 那好 你看 这事儿能够来的 起来吧 谢皇后娘娘 请皇后娘娘恕罪 要废除淑妃娘娘 须从长计议 现在可不是时候 这事儿能办吗 请皇后娘娘恕罪 要废除淑妃娘娘 可臣不愿 可臣不难看出 皇上正为淑妃娘娘 揪心不安 已有悔 只是碍于 皇位和礼数 才难以开口赦免 这个时候如果鼓噪 难免有天忧加醋之嫌 弄不好反倒引火烧身 朕孝旭 皇上总在我面前夸你 如何的神通 能成就大业 我看 也不过如此 就连这么一件小事 你也办不好 你还能办什么 臣不在 退下吧 算我什么也没说 皇后娘娘 臣还有话要说 还有什么话可说 臣以为 皇后娘娘 如能反其道而行之 才不算 错失着天赐良机 皇后娘娘 应该去冷宫探望淑妃娘娘 劝她进食啊 什么 让我去看她 这终究是皇上的一块心病 皇后娘娘 如能够把这块心病 给去掉的话 皇上 还能不明查 皇后娘娘 的仁慈宽厚 就淑妃娘娘 也一定会感念 皇后娘娘的恩德 请皇后娘娘三思 何 damage 来人 皇后娘娘 你们下去吧 我和淑妃娘娘 有体恤的话要说 日莲 你这也是何苦 饿坏了身子 提管自己的户外 每个都别毁了 我后半辈子 还能有几天 这话可说不得 你刚二十几岁 就留下这样的画饼 多不吉利 要是皇上知道了 又该生气了 皇上赐你为直连 赐我爱连 两连并地 当属缘分不浅 不是说 百年才能修得同传度呢 何况我们呢 如有缘分 那也定是恶缘 九年了 你待我怎么样 心里自然清楚 到了这个时候 你还虚情假意地来羞辱我 你就不怕我死后的冤魂 回来找你算账吗 害怕 这倒不必 我生前光明磊落 死后也不会费尽心 记得去算计别人 只是日后 王上要再听妃子 但愿你别想对待我这般 去对待别人 你为人刁钻飞扬把我 实在过于渴望 我好心来劝说你 不是来听你辱骂的 忠言逆耳 我劝你还是谨记为好 像这般刺耳的话 你这一生 也大概只能听这一回 好了 跟你 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你走吧 真不知好歹 要是舒飞娘娘 一直这样熬下去 那还不给活活饿死了 好官 你快想想办法吧 其实 要皇上向舒飞娘娘让步 这事也不难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吹 也用不着皇上让步 让舒飞娘娘吃饭就行 我说这话 你不等于没说吗 这皇上要是不让步 舒飞娘娘怎么吃饭呢 可 可皇上怎么让步嘛 你啊 就瞧我的吧 天机不可泄露 拿着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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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燕 今儿是哪位公子宴请您呢 不不不 我请客 我请 掌柜的 今儿尽管挑好的给我上 苗燕上请客 今儿叫道奇俏了 是哪位剩钱啊 这位爷 他老弟别来无恙乎 别跟我知乎者也的 说点人话 我听了就反胃 请请请 老弟 你这一来呀 我这心里就有苦 明天准会有一条独家新闻 横空出世 对不对 我说你还去点什么 再怎么着 你也算你名气 咱俩这交情啊 不是一天两天的 谁跟谁呀 你出去 可千万别说认识 省得我丢人了 我瞧你这张嘴 小弟 开进口吧 开进口吧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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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军娘娘绝食指示 包上给登出来了 朕 朕已经知道了 一定又出了家贼 不然这事外面怎么可能知道呢 是啊 陈师傅 你替朕去查一查 查出来了 一定严惩不怠 臣一定仔细查访 可是当务之急 如何拯救 书妃娘娘啊 万一我好歹 岂不闹出人命官司来了 皇上 这可不是紫禁城啊 怎么拯救 他不肯吃饭 朕有奈何 皇上 先赦免他出冷宫 再做喜意 那就传职吧 行 你先躺下 谢官